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捲入了金華城案遭到羈押 這法官的決定影響到柯文哲的人身自由 在過往同樣有法界人士認為 這法官的裁量權過大造成公正性問題 拿大同炒股案證明義為例 因為不能夠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最後遭到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而判處十三年半的定驗 讓外界省思了是否有侵害人權的狀況 刑訴法三百八十條恐成為萬能條款 被認定涉嫌炒作大同股價賺取差價 遭中判的大同公司大股東鄭文藝 曾提出二審判決有14項違法瑕疵 但最高法院認定這些瑕疵對判決結果沒有影響 是用刑訴法三百八十條限制 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鄭文藝入肩服刑 法界擔心過度的解讀刑訴法三百八十條 是否影響司法程序正義 更直言根本是萬能條款 而當法院他在審判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一些瑕疵 而這樣的瑕疵是屬於比較小的瑕疵 所以如果這些瑕疵是屬於不影響判決結果的話 這樣的瑕疵是不能夠作為上訴三審的理由的 換句話來說 鄭文藝當時在二審時聲稱 自己的行為並非炒股 只是想入主大同公司經營權 因此向法院遞出專家學者擬定的法律意見書 但法官不采信 認定意見書無證據能力 鄭文藝再向法院申請專家出庭作證 同樣又遭駁回 法院認定從他過去的交易歷程 很明顯就是炒股 最後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十三年半定業 資深的法官或者是一些學者 他們可能會認為說 因為過度的讓法官有這麼大的一個裁量權 那造成當事人在申請相關的證據調查的時候 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調查的權利 或許有侵害人權的狀況 就由外界評論 鄭文藝案就是典型 刑訴法380條擴大解讀的結果 也讓近年最高法院撤銷率急速奏降 而法界人士也在日前舉辦研討會 不排除將案件送入立院修法 或建議法院依照社會狀況 調整法條件解 謝謝蔡依姐 姚家鼎 台北報導